但我想知道 REN 在那邊聽來的 空之狂的案例是怎樣 我們開門見山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要怎麼接啊 耶 歡迎來到 SHATALK SHOW 第二集 上一集我們聊了一下 就是請我們的主管 REN 來聊了一下 沒錯 我已經從一個來賓 晉升雷的詞人了 What 今天呢 我們要再給你們一些職場的小觀點 要跟你們聊聊 新鮮人怎麼來求職 歡迎一下 MALESA 邊開電腦盒 邊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什麼是品類管理 我們品類管理目前 其實在做的就是有點像是 看一下品類下的趨勢 然後去測號品類的活動 聽說 MALESA 是有這種情況 我覺得應該是我在做事情前 都會想要 搞清楚到底是想什麼 就是不管是我想什麼 或是我主管找什麼 剛才我想知道 REN 在那邊聽來的 跟智狂的案例 沒有案例 我們開門見山 要唱歌嗎 哈哈哈哈 那十把魚彩就十把魚彩 妳有投多少工作 最後選擇蝦瓶這樣 那時候跑了又是加把蝦瓶 哇 那後來妳怎麼選擇就是 我就是要去蝦瓶 就是工作環境 新資 然後發展嘛 對 所以我們打敗是 9加7也能演 妳們小心一點 亂相像 他又沒講其他9加7相 不要講下 因為我那時候 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就我投了很多家 但我真正去面試的公司 只有三間 而且包括 中...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應徵上 算了 緩緩算了 我還跟我朋友說是不是我真的長得太醜啊 我覺得不會 你不要這樣講 我沒有一切日宅控的太常追 你想看有沒有禮貌好玩 我也是沒有很喜歡日宅控啊 你們不能這樣子 我沒有說日宅控怎麼樣 很棒 他們可以追求他們想要的啊 對 因為他們會吵 我沒有要聊他們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好啊 你要怎麼接啊 那你自己後來進來後 我覺得跟你想說 其實我覺得可以跟人很年輕 那是因為大家都很會保養啊 有聽到我很大聲嗎 你進來以後 你覺得打擊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發現零食櫃沒有跟妳放 很多事情是你想做 但是可能沒有人做過 所以在前面這段路上 就會很辛苦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去想一套 可以實行的方法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就會一直被各個部門說 我們並沒有想要配合你 然後對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說服別人 你真的是要善用主管的力量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來回可能50次 其實你只要到第三次 你覺得有點問題 你跟你老闆講的時候 你老闆就會說 那我去了解一下 maybe你就可以省居下面50次的時間 這話會不會太重 不會 其實簡單就是說 有問題有困難就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你的困難 你一定要很明確地講說是什麼 天啊 我要哭了 哭啊 你叫做心理智商耶 哭啊 你哭 所以你有做什麼讓你的鼓勵開心的平台嗎 你玩過什麼社團 你玩過什麼社團 你覺得我看起來像什麼社團 所以你看起來像是 演變社吧 什麼啊 我們以前學校還有那種 就是佛學社那種 那也是 你說討論佛經的嗎 他可能就是喜歡啊 每個人都滿有喜歡的一個裡面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很棒 然後我阿咪伯伯 對 還沒有緩緩啊 我大學是這五色的 唉唷 那要不要現在來轉 那你們兩個其實很可以就是發一段 我沒有我不是遇到掛的 緩緩很會 你也變掛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我們可以開一集 要看就去我的環環才是要看的 那我很能讚 你覺得實習是重要的嗎 我一定覺得是耶 那你覺得實習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先讓你對於那個產業有一些 認識 然後培養一點點人外 對 就是因為我大學去過新創 然後也有去過快小品 然後也有去過科技業 然後也有去過監有業 其實蠻多的耶 還有公關業 對 你又在上課嗎 有啦 有啦 那所以你其實這些蠻多 你後來怎麼會是選擇電商呢 我覺得 相較起來電商的 變化很快的 然後就不會這麼死板 然後也是蠻解剖的 我照相不夠 現在有私人生活嗎 我有關係 我真的是 我很怕大家就是努力上班之餘 都沒有私人生活 我真的需要你開店 我們在講同一個族群耶 不要這樣 他說要就是支點理 我聽成開店 我要開什麼情緒用品 好 回到私生活 你有辦法去就是認識一些新朋友嗎 我覺得上班都很難 所以大學的時候有交過男朋友 沒有 喔 那當上班才是 不是 不是 跟你講我也是啦 沒差 你大學沒有教喔 我大學沒有啊 我以為你是大學可能就是每天就 怎麼辦我 我看起來是多隨便啊 很強 我們現在撇開她是你老闆這件事 就是她整個人 你就是在路上看到她 她算優的吧 不算 好 這出來就可以了 她算好了 她小姐不知道也是不在一起吃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吃 我真的覺得不錯 這家是什麼 慶次 我覺得很好吃 這家是我很愛吃的一個日式定食料理 在哪裡啊 在松菸附近 對 在松菸附近 慶次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給就是 今年要準備畢業的新鮮人 如果你覺得她其實是一個 你有機會 在短時間內接觸到比較多事情 然後可能也有比較多成績的位置 或是公司 我覺得就可以試看看 就是我覺得不要太排斥啦 就是畢竟剛畢業 就是其實說實在 我們也沒有什麼 好拿來說嘴的死地 好像也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 對 我覺得有個結論不錯就是 第一份工作絕對不會是個完美的工作 沒有這種工作 聽你家沒有這種工作 可是搞不好啊 對啊 現在就很棒了啦 喔真的啊 那就不要離職喔 下面做到50歲喔 搞不好有些是越做越喜歡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Malessa 謝謝 希望你這一集播出後 可以趕快交到朋友 想要真意我都可以來送嗎 我最喜歡聊交友話題 拜拜 喜歡我們SHA TAK SHOW的朋友們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下集購物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通知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互動 下也是可以的喔 然後下一集我們會教你IG怎麼玩 怎麼修圖 怎麼經營的版面 OK 拜拜